将原生台湾小黑豆倒进烘炒机 控制最完美的时间及温度 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研发小黑豆加工技术 有别于一般的烘烤及蒸煮加工 保留更多小黑豆的营养成分 口感香酥脆并降低苦涩味 这个技术呢就是它吃起来香酥脆 而且能够保留它的花心素比较高 那它的益黄酮呢 也能够在这个加工过程当中 保留比较高的益黄酮成分 高雄农改厂表示 原生台湾小黑豆主产于屏东满洲 耿春 小黑豆颗粒较小等同重量下 比一般黑豆的种皮多 花青素含量较高 机能成分经鉴定后 除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B1 更发现有13种花青素 13种皂肝及20多种益黄酮 很适合作为养生保健的零食 花青素是属于水溶性的 那我们不用蒸煮的方式 因为蒸煮的方式会让它的花青素流失 香酥脆 培炒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培炒的香气 然后非常适合搭配任何的甜点 黑豆食品加工发展多元 除有黑豆茶 蜜黑豆 酱油 豆浆 高雄农改厂研发小黑豆零嘴 不经蒸煮流程 维持营养与口感 小包装方便携带 搭配冰淇淋吃或是当做早餐的 谷物坚果脆片都很适合 对黑豆加工有兴趣者 可向高雄农改厂洽询技术移转相关事宜 记者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道